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欢迎收看日更频道 电影《九龙城寨之围城》是5月1日上映 电影场景几乎真实还原80年代的《九龙城寨》 这套改编至鱼儿原著小说《九龙城寨》 斥资3亿巨制的电影 第一日票房已经极速冲破500万 是历年来香港电影开画日票房的第二位 上映5日已经突破2000万票房 成为全城热化 而在内地方面 截至5月5日的中午 票房更加突破3亿人民币 这套戏的焦点除了在城寨四少林峰、 刘俊谦、胡子彤和张文杰身上之外 终极大反派由五吻龙飾演的《黄九》 也有令人惊喜的演出 成为另一大亮点 不少网民对于五吻龙今次的演技 眼前一亮大赞好戏 因为对比以前TVB时期的他有很大的进步 终于突破自己 近日五吻龙被偷襲的新闻成为城中热化 试园五吻龙、林峰、胡子彤和张文杰近日 现身借票场踏借观众 五吻龙和观众当场示范串境 出完招之后 五吻龙和这位观众握手 但对方突杂撞开五吻龙 令到他失平衡倒地 还大声问五吻龙是否输给我 令现场观众和网民哗然 成为城中热化 不过五吻龙当时用戏中的角色设定讲笑 表示自己不懂神打 被网民大赞EQ高 五吻龙事后也报平安 强调无事 他说自己只是一下子没有防备 笑指各位观众太投入 以为他是黄狗 而这票小队之后也继续行程 展开长沙环去到屯门的六场借票场 但就取消邀请现场观众互动 示范串境的环节 只是接受观众的发问 虽然自小移民美国的五吻龙出道超过20年 亦都拍过超过40部电影 但比很多人的第一印象 可能只是懂功夫 或者是钟嘉欣的前男友 说得出他拍过的戏 可能只有2014年的电影《恶战》 和2016年的TVB剧集《城寨英雄》 演技亦都被不少人形容为生硬 今次他在九龙城寨之围城的演出 令人眼前一亮 五吻龙是在香港出生的台山人 自小跟随家人移民美国 在芝加哥长大 父亲五少华是五家国术会的创办人 五吻龙在美国就读大学 主修艺术 拥有教育学学士和碩士学位 五吻龙不单有高学力 而且文武相传 自小就热爱中国武术 由于当年的娱乐不是很多 他七岁就开始跟随父亲学赛里佛权 为第六代弟子 十三岁转为跟舅父学泳春三年 而他小时也经常在唐人街租录影带看港产片 看完又看 看到带都花了 至此就迷上了电影 尤其是动作片 在大学读艺术 为的就是学电影知识 铺路回香港加入演艺圈 他小时看得最多的录影带 就是由成龙主演的追拳 所以他的仪式梦想是被成龙打一拳 这个愿望他去美国的时候还觉得很遥远 五吻龙十六岁的时候 第一次独身离开美国来到香港 之后求父推介李小龙的师兄 施承叶敏的泳春名师王顺良给五吻龙 令他成为叶敏的的传途孙 因时五吻龙是赛里佛权和泳春教练 亦都在台拳道黑带 同时亦都有练习游道 游术和菲律宾魔杖 以及西洋拳和泰拳 他在2002年回流香港发展 继续跟师兄弟学功夫 同时都认识了一些演艺界的朋友 做过一些小角色 最初期是做武师 首部参与的作品是由 因子丹主演的大制作千机变 更愿望成真可以和成龙交手 当时他只是一个极少的角色 但他就指非常开心 经验亦都很深刻 另一套对五吻龙很重要的早期电影是《少年阿虎》 他在这部电影担任父母术指导 分裂吴建豪和安智杰荣春、洪拳和赛里佛拳 做了这一行的第一个正式工作 自此就和吴建豪和安智杰成为了好兄弟 其后他更加成为了谢霆锋的师傅 五吻龙之后亦都参与了不少电影、电视和广告等等的演出 不过在早期就曾经被形容为《恩星》 后来谢霆锋就介绍五吻龙给王晶认识 成为旗下的艺人 在2014年他和安智杰合作的功夫片《恶战》 成为了他第一部担任男主角的电影 不过当年这部电影票房一般 未能令他大红大纸 更加被一些媒体继续形容他为《恩星》 他在两年之后播出的TVB剧集《城宅英雄》 飾演龙城虎一角 就令到更多人开始认识他 五吻龙的演艺生涯多年来累积了不少的伤患 其中一次他更加和死神拆肩而过 当年2003年拍摄电影《少年阿富》的时候 他担任动作替身 要吊威亚在胸中打关斗 但因为转身时机不对 导致威亚拉住他的颗 当场暈了几秒 幸好威亚做的舞师及时松手 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之后2019年上映的警匪电影《潜龙》追击 五吻龙再次担正做男主角 五吻龙曾经在受访时表示 拍这部电影经常都会受伤 第一天就被棍打爆了眼睛要逢针 没多久又撞到铁柱爆了膝头哥 之后又被安智杰踢断了两条肋骨 不过他就指 因为自己是做监制资源不太足够 所以就扎着附伤继续拍摄他 而且他相信痛苦是暂时电影是永远 如果这部电影做得不好他就会后悔 但肋骨是会痊愈 而他拍TVB剧集也不时受伤 他形容自己周身都有伤患 在2018年播出的剧集兄弟 他就脱了两次教 他只打的角度不合就会有机会脱教 第一次助手帮他托回原位 而第二次再脱就是武师帮他托 他敬业拗业的精神令人敬佩 而在感情方面 他是2007年因为和钟佳因合作电影《十分爱》而结缘 两人相戀八年 虽然戀情一早已经是娱乐圈的公开秘密 但他们两个一直都以地下情来发展 而不向爱奸承认戀情 可惜最终有指他们因为对未来的想法有分歧而分手 吴温龙曾经是主义朋友接受访问 被催见帮问当年TVB当家发胆拍拖 是不是有受到公司的压力 吴温龙直言指自己当时不够红 明白为什么对方公司会不让戀情公开 因为当时对方很红 但自己就去无名小卒 所以就只可以发展地下情 不过他就不明白当时对方公司为什么要这样做 而且已经对自己造成了伤害